83. 星島日報 黃如臨連米李小鵬見港媒 2015年7月8日中國A25山西去年發生坦方式腐敗 空降救火的省委書記黃如臨 及近期家族憑出不利傳言的省長李小鵬 昨天罕有地連米回見香港媒體訪問團 黃如臨強調,山西近階段以高壓態勢情節腐敗 已基本形成不敢負的局面 高壓態勢情節腐敗山西成為十八大反負重災區 連續六名附省級以上官員落馬 省委常委一道指姓四人 去年9月,中央對山西省委進行改組 黃如臨從吉林空降山西 黃如臨及前總理李鵬長子 省長李小鵬昨天連米回見香港媒體團 他表示:「到山西這十個月來 工作總的思路就是在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之下, 淨化政治生態,實現閉革封清, 重數山西形象,促進富民強省 十八大以來,山西環有五個地級市中的市委書記 兩位市長落馬、國土資源廳、交通廳、煤炭工業廳、 省政府機關等官員也先後被調查 緊省管幹部空缺就一度高達三百人 黃如臨昨天透露,到目前已找到八十八位省管幹部人選 並以選擇員委書記為突破口 採取陸傳、全情民主、全情差額、全情監督、全情追責等 綠查、查檔案、查個人事項報告、查年終巧合、查巡視反規意見、 防止大病提拔、避免出現肛提拔就被調查的問題 記者書完成太原報道